153號 連鎖咖啡廳 整間店都擠滿人 不過仔細一看 除了有一家人來開讀書會 甚至還有學生 一人霸佔四個座位 帶著耳機念書 一個人再兩個還好 四個太誇張了 我有遇過那種 那種下象棋 然後把自己當 就是交易廳 我甚至看過有人在算命 就曾有消費者說 募集其他客人 檢舉學生讀書太佔位子 想要請店員幫忙 但店員職員實在很難管 畢竟一旦有消費 就可以使用座位 也有另一家咖啡店業者表示 站位狀況實在層出不窮 遇過有客人 一人佔六個座位 但只點了35元的四季春茶 帶筆電來 插著店內的插座一整天 因為現在電費確實是很貴 整個位置都是滿的時候 那是會希望他們 能夠換作率快一點 業者坦言 店價漲讓經營壓力越來越重 看看四月前 每個月店費約1.6萬元左右 但四月寒漲後 變成每個月約2.3萬元 如今六月 下月店價啟動 出估店費將變成2.7萬元一個月 就盼客人能更有同理心 別站位 讓更多人能入店消費 減輕業者負擔 TVBS新聞 李建偉劉宣 新北什麼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